最近拍完一個關於MAKER的項目 我看到一些人親手做一些手工藝出來的 都好像挺過癮的 所以今天就特地來到這裡 看看我自己又可否親手做一些東西出來 順便試試一些新的東西 首先我們當然要畫線 都是會用到這些直角尺 但有沒有想過直角尺 也有機會不是直角 原來這裡有少許技巧 就可以檢查到它是否直角 首先我要在這裡畫一條直線 然後反轉它再畫多一條 如果那兩條直線是黏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說這把東西是正常的 我現在畫這些線 就是用來做這個待會的筍位的一個參考 我用這個原心筆在這裡畫 然後圍住四邊 畫好這些參考之後 就做一個很簡單的MAKER 打一個交叉 待會就不會鋸錯了 又來到我最耍家的鋸東西環節 話說我在這個中學的時期 上這個DT筒 用這個線鋸鋸東西的時候 就鋸上了手 再加上我怕血之後 我差點暈倒在DT房裡 現在再拿著這把鋸來鋸的東西 我都會有少許牛軟地 但也不要緊 你來吧 保持直線 直線 嘩,其實這條線都挺難看的 好 幾經辛苦 我就鋸好這幾條線 然後我現在就要用鋸鋸 把不要的部分鋸走 筍摺 通常最多人問 要學多少款筍 還有筍有甚麼用途 其實如果你說筍的數目 或者種類 真的很多 過千個過百個都有 所以真的要看你用途 或者做些甚麼 才可以想你學些甚麼筍 還有要學多少款筍 例如接下來做那張椅子的時候 可能有十字搭摺 三卷筍 還有方筍的 但如果這張椅子不黏膠水 又要穩陣 可能要用其他款筍 所以真的沒有一定 用哪一隻筍 去做哪一張椅子 和哪一張台 而是看自己的要求 才可以知道 你用甚麼筍去做 現在香港也算 有人都喜歡玩筍摺 但始終釘、螺絲 那些比較方便 所以筍摺是否大主流的 木工技術 也不算 但我覺得始終這件事 是有少少智慧的成份 所以我也覺得 應該是要有人 繼續很熱愛地去學 加上這塊 那就搞定了 今天來到這裏 其實就是要試這部 Sigma的FP L 究竟AL是為甚麼 就是為Libro 即是我們現在比較缺乏的自由 究竟為何這部機 用了這個字 可能因為它有小 彈性比較大 所以就叫做 用了這個字 但也不要管太多了 總之它的外型 基本上跟之前的FP 差不多 除了這個後轉盤 現在還有這個上下左右 的按鈕 給你用之外 基本上真的一樣 暫時我這部機 還是工程機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東西 它的外型 可能到正式 是會有少少分別的 但是這次的FP L 就有個套裝 上面就會多了這個EVF EVF其實都不差 因為以前Sigma的東西 就被人說它的電子東西 硬是差一點 現在它的EVF 都是有368萬像素 但是有少少東西 就比較奇怪 就是它是沒有這個感應器 即是如果你要由螢幕轉去EVF 的話 你是要傳統一點 就是拍掣 這個東西是 真的差一點 但是看上去 都放大率OK的 而且你裝上去的時候 是要有少少技巧 因為它是連接 USB-C 和小的HDMI頭 再用一個四分一螺絲孔 轉進去 所以用上去的時候 如果你經常要裝裝拆拆 是有少少麻煩的 不過有一樣東西就是 這個EVF 是可以調校角度的 我都幾喜歡這種 這樣的EVF 因為其實可以調校角度 變成你可以 低炒的時候 都幾方便 又可以當腰瓶 那樣 除了是沒有一個感應器之外 這個調校角度 我覺得幾正 我們外接了這個EVF 再拍了大概兩個小時的 4K 25P 片 那就剛剛好用了一塊電 今次最大的賣點 就是它的感應器 是去到6000萬像素 不過都還未是 Fovion 的感應器 但是就有那個 Low-Pass Filter Sigma就說 最主要是用來 減少摩爾紋的出現 而且這部機器 也是一樣 跟之前一樣 就是沒有機械的快門 如果你用過上一代 你就知道 它的電子快門 的局限是什麼 如果你是正常常 拿距離 在日光日白的地方 拍照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如果像這樣 室內的環境 可能有些光管 就很容易 會出現 所以今次 我們全部都是用了 自己的燈來打這個環境 對焦速度來說 跟之前那部FP 我印象上真的差不多 不過用這支最新的28-70mm 2.8的鏡頭 除了偶爾有一下半下 有少許迷焦之外 這個對焦速度 都還叫做是合格 以前在Sigma SD 機 那個年代 高 ISO 真是搞不定 又看看現在 6000萬像素 的表現是怎樣 那我就覺得它3200 ISO 和現在主流的機 高 ISO 的表現 都是很接近的 拍照方面 今次廠方都很特別 有說到它的Dual Base 是多少 低級就是100 高級的Base 就是400 剛才都看到100 和400的Noise 表現都差不多 但在400 ISO 那個級 就會看到高光位的層次 會稍為多一些 雖然這次FPL 就未用到Fovion 的感應器 但跟其他廠的顏色 又會是怎樣呢 我就用了我手頭上僅有的系統 來大家比較一下顏色的分別 FPL 跟之前的FP一樣 拍片都可以拍到最高 4K 25p 12bit RAW 但如果你是用SD卡錄 當然是搞不定 我就算把64GB卡錄到 其實都是錄到5分鐘的影片 當然最好當然是插到SSD來錄 這個EVF旁邊是有一個USB-C的插位 那你就可以外接一些SSD來錄 但有件事是差一點的 雖然這部FPL 現在是可以用機身的USB-C 外接著一個尿袋或者外接電源 直接插著電來拍攝 但你用了這個View-Finder之後 USB-C的插位就不能再供電 所以你就要用一個假電的配件來供電 才可以用這個EVF再插SSD來拍片 這件事真的有些稀奇的 講開拍片就試過拍片的對焦 在這個連續對焦的表現 就真的一般的 所以用得這部機來拍片 我也是建議用手動對焦比較好 雖然機身就沒有五軸防震 但這次就加了一個叫EIS的電子防震 效果都是明顯的 但畫面就會有1.24倍的Crop 另外舊的SigmaFP 等遲些的Firmware upgrade 都可以用到這個新的EVF 在這個地方 是對焦燃的 對焦燃的 那是對焦燃的 但是有件事我就觉得挺正的 就是它的液体真的超级多 我觉得富士认第二它应该要认第一 如果你说拍片是拍RAW的话 我就宁愿玩它的相机的液体 接着拍片直出好像更正 我试试浪费一点时间逐个液体试给大家看看 但是因为液体的数量真的太多了 我也有点害怕是未试得齐 这次的闪灯同步反而是不进质推的 因为它最多可以用到15分1秒来用闪灯 如果你要拍14分RAW的话 那就只剩10分1秒 所以都是有灯与没有的 如果你真的想着在室内的环境 要拍一些稍微骗到客人的照片 我就宁愿自己打一下灯比较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括来说究竟有什么人会买这部机器呢 我身边来说有些朋友都是买它来 当是一部超级小的机器 然后配置小镜头拍照就比较多 你说真的买它来拍片拍RAW的话 真的好像不太分辨 但到了有6千万像素 究竟会否吸引到一班人去升级呢 大家不妨留言告诉我 货指数我给它6.5分